大家好,我是刀车请故意,欢迎收看我的折制视频 本期视频叫大家做一个辉旋标 我们需要用的是一张A4纸 首先将它上下对折 压出折痕,裁掉一半 我们只需要用到一半的宽度就可以 这一张只能做两个辉旋标 我先拿出其中一个 上下对折 上下两条边分别向中间的折痕对折 将它左右对折 左右两个角分别向中间的折痕对折 折到折痕后再放回来 向下打开,将右边的指打开 将这条折痕用手向上腿压实 然后整体向左折,把它立起来 将它捏在一起 上面的部分向里折 一直折到它原来有的这个折痕的位置 然后这里再压一条折痕出来 下面这部分顺势向回折 折回来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直角形 先这样对着自己 上面向下折 左边向右折 多处的这个角 向下折 然后打开 将下面这层纸也打开 把外面这个纸放到里面 将里面这层纸 这个角塞到这个口袋里 然后一起向下压 它就锁在一起了 这面是开口的 将开口的这面向这一面折 这一个三角形折痕 打开 将里面这层纸 沿着纸痕向里面推 这里就有一个凹槽了 然后这个是之前的纸痕 我们将它向里面折一下 将这个多出来的角塞到这个凹槽里 将尾部也锁在一起了 另一侧呢 由于它的开口是在外面 我们还是一样将开口这边 向另一边折一个三角形 打开 这个上面只有一层纸 下面是一共有三层 将这里面打开 跟刚才一样 沿着折痕向里面推 最后把它们锁在一起 这样一个回旋标就找好了 扔这个回旋标是有技巧的 不要太使劲往前扔 也不要太轻 往前扔的时候 大拇指和食指 往回带 它就会旋转 主要是利用旋转 它才会回来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